你说什么 她得了绝症 大夫说是胃癌 如果不知的话 定多只有半年的命 可只她说什么 也不给你去看 我怎么劝也没有用 所以 我只有厚着脸皮来张忍 德纲 纯颜都告诉我了 她说你不肯开刀治疗 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你不能这样自暴自弃 你必须开刀治疗啊 我不去 我根本就不想活了 德纲 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气 是我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先把这件事情放下 把病治好了再说呢 我为什么要去治病 我已了无声去了 孩子不能相忍 最爱的人不能相守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赚了这些钱 这些本来就该和妻子孩子 共享的人生 可我能吗 我能有平凡人的幸福吗 你要我把病治好 就算治好了又如何 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别怨了 德纲 这都是命运的捉弄 要是我能扭转 你以为我又怎么会走到今天 为了我 为了孩子 为了我心中的愧疾 你就听我的劝好吗 我听你的劝 你会回到我的身边吗 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团圆吗 德纲 你从来就不是小心眼的人 我们的悲剧已经存在了 伤害已经形成了 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呢 第一次在废墟与你相见 孩子们都很小 除了承晏 我还有承晖 我当时为了保护孩子 对你撒了谎 我只想叫你死去 我不想伤害高家 更何况 你当时生病 你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春言 德纲 人跟人相处 除了感情 还有责任 大海在我心里 虽然不能跟你相比 可是 他的疼与爱 不会输给任何一个 做父亲的人 他对我的好 也不会输给任何一个 做丈夫的男人 我怎么能轻易 为了自己的感情 去伤害他呢 我知道 这样的结果对你很不公平 可是两全相冲 我只能娶其亲 好了 不必再说了 你说的我都懂 我也没有恶毒的心 要去伤害大海 伤害高家的人 在我心情理智冷静的时候 我知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对大家最没有伤害 可我也是个平凡的人 我也有感情 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你要我四平八稳地过日子 可你怎么能要求 我在妻子孩子被夺之后 我还得保持风度 装作若无其事 自从你在废墟拒绝我之后 我就变成行尸走肉 你要我忘掉过去 说得容易 可我忘得掉吗 请生无悔 他不只是刻在怀表上 他已经深深地刻进我的心坎里 刻进我的肉里 要挖掉他就得血肉磨活 如果生病是我的情绪出口 请你准许我生病 满君 只要任何会让你伤心的事情 我都不会去做 可这件事不是你说了错 得看老天爷的意思 可我不再妥协了 我也不求老天爷 我自己做主 你听我说 我已经全打算好了 我至少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地再陪成年 我会把公司交给他 让他接下去经营 你看 我连遗嘱都写好了 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 我不会告诉成年 告诉他我是谁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我死后再告诉他 如果你不愿意告诉他 也没有关系 大哥 总归一句话 这一次 我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一心求死 一肚子的怨气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她是在怨我 怨我娶了她的老婆 占了她的儿子 你又何必跟她一样说气话呢 我舍不得你为了她这么苦 我又帮不上忙 我知道在你心里面 我比不上她 你知道我打心一眼里 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我也知道 你对我很好 对我和德纲 够包容了 我没有资格再跟你要求什么 可是 德纲他现在命在旦夕 我 我实在是 好了 别说了 都怪我不好 二十年来 我不怪你 也不怪她 要不 我去劝劝她治病 没用的 她连我的劝都不听 又怎么会听你的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想 算了 不说了 说吧 没事 咱们俩口子这么多年了 说实话 你心里想些什么 我可能不能完全猜到 但也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八 如果我说了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你说吧 答应我 千万别怪我 别怨我 我 我想求你答应我 让我搬过去 照顾德纲一段时间 我本来没有勇气说出口的 要不是你刚刚跟我说 我已经把这句话给噎回去了 我做不到 你是否忍受了 要比如说 那而不是那边 这只属于 那应该是真的 还行 让你比他 要帮他 你吃饭 有点 让你去 我一定要帮你 你吃饭 的 我保证我们永远是夫妻 我一定会回来 请你相信我 我真恨 我真恨这病怎么没有长在我的身上 我走了 大海 那我走了 娘呢 麻烦你通告一下 你上哪儿去啊 娘 娘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也请你谅解我的苦衷 我问你上哪儿去 娘 对不起 我已经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大海会告诉你一切的 我走了 站住 我仍在你面前 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啊 不敢直接跟我说 还要大海转告我 这是你们 卓家大户人家高贵的规矩 还是你之前 在小酒馆里 所学的下贱的习惯呢 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就这么说你了 娘 你走开 站住 站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离个皮箱 是要出眼闻吗 你怎么不讲话呀 你哑巴辣 你怎么就让自己的老婆就这样跑出去了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为什么 你这是 是 我是来照顾你的 我是来照顾你的 你怎么能来的 你有你自己的家 有婆婆还有大海 我都跟他们说过了 他们同意了吗 大海没意见 那你婆婆的 我让大海跟他说 德纲 你就让我陪着你吧 既然你不愿意开刀治疗 你就让我陪着你 不管你是想去云南的香阁里拉 还是蒙古的草原 让我陪着你 这只是属于我们两个的特殊假期 你真的能陪我走啊我最后的人生 虽然弥补不了 弥补不了你内心的缺憾 可这是 目前我唯一能做到的 我只希望 你能够放下一切 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够了够了 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极时短短的几个月 我已无害 万全 谢谢你 那好 你快告诉我 你想去哪儿 我好去安排船票和车票啊 都行 这洋人还有所谓的新婚蜜月 那这回就当做 是我们两个补都蜜月吧 蜜月指的是夫妻 我们已经不再是夫妻了 没错 那就算是 朋友结伴同行吧 所以的行程你来安排 我不会有意见的 好 小姐 当心啊 走吧 走吧 谢谢董卫生 谢谢啊 好 你们走好 我送了啊 再见 董卫生 董卫生 我有要紧事 看你这么猛猛事事 有什么事啊 你说吧 刚才听我手下人报告说 夫人打电话 盯了两张邮轮船票 还叫了辆黑牌车 给的是姓朱家的地址 然后她就收拾行李出了门 那个姓朱家的人也说 说姓朱的也在收拾行李 他们芭城会不会是要私奔哪 这个贱是谁 你再给我多派些人生 在这对狗男女上车之前 给我机会来 是 董事长 什么 爸 雨都已经咬够了 承諺 其實今天叫你來 不是來釣魚的 爸 再笑一次 爸 好 爸 你今天好奇怪啊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 沒事 你真是把我給搞糊塗了 到底怎麼了 承諺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啊 我不是你的親爹 什麼 我不是你的親爹 爸 這大白天的你在說胡話呀 你看著我 你看我像在說胡話嗎 我只是你的養父 真的不是你的親爹 這怎麼可能啊 從小到大您那麼疼我 爸您一定在騙我 我沒騙你 我也不希望這是真的 我也希望這個秘密 永遠藏得住 但是如今 藏不住了 藏不住了 已經藏不住了 所以與其讓你在別人那兒聽到 我 不如我親口告訴你 不可能 這不是真的 我知道這有點突然 你不是我親爹 那我媽呢 你媽是你親媽 他在嫁給我的時候 已經懷上了你 命運動人啊 當年因為他跟你生父失散 又為了讓你健康長大 不得不嫁給我 那我生父他還在嗎 在 他怎麼樣 他現在還是孤身一人 情況不好 生了大病 而且命在旦夕 他說 他想見你 他需要你 他在哪兒 其實 你認識他 什麼 他是你老闆 董事長 他是我親爹 他是我親爹 朱德剛是我親爹 對 朱德剛是你親生父親 雷雷 我就是他說的失散的兒子 是啊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 路上的车船交通我都打听好了 我们一路南下看到漂亮的风景 我们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好 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只要你住得舒服 任何一处都是我们的桃花园 没错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真的 左边 显anden 车船 nast sera 车船 实际上 在容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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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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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